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4月25日 习近平已经从陕西回到了北京 由于安全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很多的媒体就开始报道习近平的一些消息 特别是习近平在陕西 这次不仅是参观了这个清岭 这个宁贝山 而且还到了佐水县 去帮助当地的一个直播平台 这个推销什么呢 佐水墨尔 我今天看到这篇文章就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 直播成了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 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海外 由于免于恐惧的威胁 有言论自由啊 所以在网上 一些中国人啊 一些华裔的 移民海外的一些人 都开始这个 纷纷的搞所谓直播 直播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内容啊 这个和这个推销商品啊 其他商品 情况不同啊 因为你商品推销越多 越赚钱啊 没有风险 你谈政治就不行了 越敏感 越深刻 越激烈 就可能招致 灾难啊 因为极权同志这个魔爪 不仅在国内 这个没有言论自由啊 而且他们这个势力啊 还能延伸到了海外啊 采取各种办法啊 软刃监视啊 打压言论啊 那么今天看到这个佐水县 据说呢 成立了一个所谓的 这个电商平台啊 电子商务这个平台 起这个名字叫 清零天下电子商务中心 在这个淘宝网上 现在也是很多人都在开店 销售产品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中间层次没有了 这个生产者啊 可以直接的面对什么消费者 这样就可以这个赚很多钱了 这是公平的啊 这是件好事啊 你关键是什么呢 电商平台啊 销售产品的时候 应当是杜绝什么呢 权力的借助 只要是权力借助了 那就是不公平的 你看习近平本身 他是好心啊 就是说希望通过这次市场 这个由这个地方官员安排啊 到这左水县 刚好有一个这个直播的网红啊 叫李旭英啊 这位小女孩正在那销售 这个左水县的木耳啊 那当然这是个好事的 那左水县的木耳呢 根据网络的消息 新华社今天报道 说是呢 这个木耳钻叶村有42个 这个基地有16个 这个你想 这个当地那个自然环境 山清水秀的 没有什么污染啊 空气又好 那肯定这个木耳应该是质量不错 但是什么呢 没有知名度 你卖的话可能不理想 所以呢 网络的消息说是 2019年统计啊 这个每年就卖个7500多袋啊 那就说销售量达不到理想效果啊 但是呢 这个地方官员也很精明啊 为了推销这个木耳 把习近平给的 这个找来了啊 那习近平在4月20号 就参观了这个 左水县的这个 秦岭天下电子商务中心啊 正敢上这个网红旅行 正在这个讲解呢 介绍这个 鸡米村的啊 这个金包厂生产这些末日啊 那当然这就 赶快就火起来了 据这个媒体批评 这个披露啊 以前呢 平均一天就100单 最多的时候也就700单 什么 围观的人不过上万人啊 这个尽管是这位 李姓英的小女孩 长得很漂亮啊 而且能说会到的 又非常甜美的 把这个客户都叫成宝宝啊 你想他叫宝宝啊 小女孩叫你宝宝 这个特别对那些大男人来讲啊 那这是新华农方啊 说不定本来不想买 但是你看 小女孩这么漂亮 再叫几生宝宝 那一高兴也就慷慨解囊了 所以生意算做的也不错了 但是这次是锦上天啊 因为什么呢 当地的这些官员呢 很会这个 这个抓住机会啊 把这个中国最大的一个男人 权力最大的一个男人 那就是国家主席 党的主席 军委主席啊 所有的权力隆一身的 习近平这个找到这个电商平台 这个站在这个电商平台前面 他透过网络一下就火了 那习近平当然是不了解这个左隋木尔的 问了三言两语啊 根据当时对话的情景来看啊 他可能对这个电商平台所知甚少啊 我估计他可能未必能够平时能够翻墙啊 直接上网 估计都是听取汇报 你想人到了那个级别了 那下边的麻痹精 那可能都是一个方块队啊 把这信息搞得就极其分泌啊 所以说 他觉得挺气 也好奇啊 问问这个李旭英 李旭英这小女孩 那是心疯得不得了 所以说他这个在 在这个电视画面一露面 就等于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告了 不用花钱 中国最强势的一个广告 于是呢 4月21日啊 这个左嘴木尔就火了 活到什么程度啊 这个当地啊 这个又一下增加到多少 两千多万的这个网友 也过去就上万个网友 现在是两千多万的 而且扩大了三个这个直播节啊 主播又增加了很多呀 这一下子啊 这个卖这个木尔 卖的20吨啊 20吨是多少木尔 你想想 这是做一单大省一样 所以说 价值说三百多万人民币啊 就发了大财了 那么这个东西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这个市场啊 经济啊 根本是不是怎么回事 是个权力经济 是个朋友经济 不公平的精神观景啊 只要领导一下令啊 你想习近平在上面 那会推销 不用讲话 习近平又站在那个地方 他不论站在什么产品 产品面前啊 只要有人能把他拉到这个 这个网络啊 直播间 那都能卖火呀 所以说 只要靠上权力啊 站上边 在中国这个 所谓的啊 这个一党之政 一人独裁的社会啊 那肯定是不公平竞争 所以你看这个报道 虽然表面讲的是 习近平帮助 这个深山老林里啊 这农民呢 这个推销这个木耳 好像很亲密 实际上也是 不正常 也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你看 以前这个陕西部 有个喜酒吗 刚开始卖的并不好啊 后来都出了名 就因为习近平 上台当了官 他带一个习字 所以据说 现在卖的非常火啊 我为什么知道 这个消息 前不久 这个有些朋友 到我这来聊天 都是一些新移民 聊天 就送一瓶这个 喜酒给我 那当然 我要是给他的话 只能给当地这些 这个冰酒啊 或者红酒啊 根本和他这个 产品比较 知名度不一样 虽然他这个酒 不是太好啊 我喝酒还是行家的 就一般化吧 远远不如茅台 但是他叫喜酒 所以他卖就卖火了 卖火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沾了一个 总书记这个边 这说明什么 这权力经济的问题 现在我可以给大家 展示一下啊 喜酒就包装了 你看 就这么一个酒 现在卖火了 为什么现在火 就沾了 就是习近平这个 这个尊心大名了 是不是啊 那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这个社会啊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公平的啊 所以说本人认为啊 习近平这次到这个 这个佐水县 木耳的销售县上啊 这事件的确是些好事 帮助农民都赚钱啊 但是呢 也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呢 在中国啊 这个政治体制一定要改革啊 作为一个总书记 权力最大 应当是什么 抓住这个西瓜 扔掉芝麻 他只好倒过来 抓住芝麻扔掉西瓜 为什么我这样讲 你想你这个最高领导员 十亿 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啊 复原辽阔啊 这个第二大经济体 全世界啊 有很多事要做啊 什么是大事 政治体制改革 司法独立 言论自由啊 民主选举 和平转型 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澳门问题 新疆问题 西藏问题 还有这 现在正在 网上纷纷研究的啊 新型冠状 新型冠状病毒的问题啊 这些问题才是大事 而且还有选材用人的事情 中美关系问题 把精力放在这些大事上 这是西瓜 一个木耳 这个世界呢 其实连这个县长都不用去参 不要参加这种活动 那县长参加活动 也是不公平竞争 县里的企业那么多 你上哪个企业推销都赚钱 人家赚了钱 再给你点回购 给你点奖励 给你点喜酒 给你点这个木耳 那不都成问题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啊 我认为这个说明什么 所谓西民 这个有这种可能性 一个是他本身 这个认知问题 就是抓不住重点 这是一种可能 另一种可能 他认为 做那些大事 政治体制改革 太冒风险 搞得木耳推销 这是安全 稳当 肯定是 这个老百姓高兴 这个不会惹什么麻烦 因为你想他如果抓这个言论自由 给老百姓讲话的权利 搞这个直播 允许老百姓在直播上批评政府批评官员 那自己这个统治不就动摇了吗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想象 假如西民不是到左水县 这个鸡米村 推销这个木耳 而是什么到这个李文亮家里 和他太太见年面 谈谈什么 谈谈言论自由 谈谈司法的独立 谈谈呢 这个舆论对权力的制约 如果这样的话 你想现在的形势会是 这个状况吗 所以啊 习近平恰恰的什么 真是啊 就非常可惜啊 那么好的权力啊 放在自己手里 放过这些大的事 丢弃了这些最最重要的事 反照什么呢 去做那些琐碎的 完全可以不做 由下级官员就可以 这个代理的 代劳的事情 这真是凌人这个遗憾啊 我也看到这个索水县 据说有个副县长 叫张培 他到这个直播界 如果说这个产品销售特别不好 而且这个县城 这个经济啊 非常落后 搞那么一两次 这个权力经济啊 也非常不可 但是不要忘了 你要当地那个 这个一些这个商业 商业局 这个领导干什么呢 那些经委 就发展委 那些干什么呢 很多部门啊 经贸 经贸委 经贸厅啊 经贸局 那些官员 他们是做什么的 那就是说 你在其位母企镇 选财用人啊 选好的人才 让他们每个人 发挥作用 到他们应该去的位置 做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什么呢 从中间层次都抛掉了啊 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 金字塔顶尖 下去搞什么 清理别墅 那个时候 一个住建部就可以做了 住建部官员不做 这个不作为 这个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 什么事都是寄账到上面 下边人呢 没有这个活动 自由活动空间 对言论也是这样啊 你像李文章这个事情 就说明 当时这个新型肯定病毒 一发现 那么你武汉卫生局 报给卫健委 卫健委 报给省卫健委 省卫健委 报到这个国家卫健委 然后马上 这个与此同时就能够 这个下发通知啊 及时的治疗 媒体也报广泛的报道 透明度 增加透明度 让老百姓 自我防备 分尊的啊 这个采取措施 那么早就根治了 何必有今天这个情况啊 结果造成什么 全力都在中南海 他还不做事 他只是扔掉了西瓜 捡个字嘛 捡个木耳 但木耳再漂亮再黑 能解决国家大政问题吗 所以你通过这个习近平到陕西啊 这个推销木耳 你就可以看出 为什么中国这个2012年在他执政以来到现在发展到这个状况 真是令人遗憾啊 这里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刚才也讲到了啊 我们也不是说把人想象的就是没有优势出 他可能这个这个动机还是好的 然后看到老百姓这么贫苦啊 这个应该吓得他 帮不他 但是没有想到 如果能把人用好来 选的人不要仅仅是自降心惧 普降心惧 应该是什么 五顾四海 用能力就这样做 然后呢 发挥每个人作用 我相信 这个木耳推销 以及其他产品的推销都不成问题啊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习近平啊 在陕西这个活动的一些细节 也真是感慨亮的 这个很大的这个新闻的轰动效应 产生的效果 本人认为啊 并非是一个集结 一个意义啊 因为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吧 权力如此之大 介入电商平台 那是等于推动了中国这种不公平的这个竞争 那些其他的商家肯定生气 我生产木耳也很好 也不比你左水墨要差 但是总书记不来 我卖的不好啊 那人心里能高兴吗 是不是 所以说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非常的一个 具广泛意义和象征意义的一个问题啊 值得人们这个仔细的思考 那么今天的这个海外集团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收看 谢谢再见